小龍湯包整籠客光掀開真籠紙 才意外看到這一幕 王先生說當下真的快吐了 我點了兩籠小龍湯包 兩個籠紙都有點讓我抓癮 就是無垢 錦字竹真籠縫隙黑狗黏掉掉 白駿絲觸角蔓延 王先生和牛肉指控 四月底到台中悟風 連鎖豆漿店點了蛋餅 小龍湯包豆漿吃到金光 才發現真籠發霉 不畏乎啊 想搞清楚是單一事件 還是長期衛生有問題 王先生五月二度前往點餐 兩籠小龍湯包 真籠紙一番又藏沒夠 王先生強烈懷疑 美籠都沒洗乾淨 但老闆娘喊冤 老闆娘端出現真小龍湯包 熱糊糊上桌 強調自家的衛生 沒問題 竹籠都是全新 但衛生局接獲申訴 火塑到電機查 蒸籠不竭 地板風扇 基層基屋 沒有設置並沒防治設施 死大缺失 若不改善 復查又沒過 最重罰兩億 近新聞陳志豐 您是新許方采訪報導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 旅行 敬善敬美